我希望通过我的演奏 给观众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效果 他们能够感受到 我的音符当中传达出去的强烈的信号 在大脑中可以形成一幅图画 那么这幅图画就是能够体现出 我的作品当中所表达的内容 小的时候学习笛子其实也蛮辛苦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每个星期 我父亲要带我坐火车 要坐差不多六七个小时的火车 到沈阳应学院去上课 我不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 但是我讲究效率 我练习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练一两个小时 我就是把自己关在琴房里边 把门给反锁上 那么1987年我就考到了中国音乐学院 在工作几年以后就来到了新加坡 选择植孤飞这首曲 是因为他这首曲本身就是比较有意境 比较安静 那么又是鼓曲改编的一首乐曲 那么我吹的这首乐曲是赵松廷先生 他根据李白的一首诗 叫月王勾剑破无归 亦是环香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 至今唯有者孤飞 那么我把它理解成 过去的一个宫女 在宫中没有人生自由 特别向往自由 内心复杂的一种心情 到最后百感交集的 想要得到自由 到最后没办法 还是要回归现实 演奏这首乐曲 其实它是需要两个方面要达到的 一个是技术方面 所谓技术方面 就是说你的气息控制 你的这种心理的素质 各个方面都要有 另外一个要求 就是说还需要你对音乐的这种感觉 音乐的理解 那么你在演奏的过程当中 融入到这个音乐当中 好像你身临其境一样 你自己失去了人生自由 然后你来演奏 音乐的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